哈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侯华,今天讲的是第149题,Max Points Online 就是在一条直线上最多的点 这题是一道HOT题目,然后也是一道Geometry题目 如果是Discount视频朋友,不要忘了先关注我们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很简单,就一句话 就是在二维的平面上给你N个点 让你找出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上最多的点的个数是多少 你可以任意画一条直线,然后就是问你最多这条直线可能有多少个点 我觉得这挺重要的一道题目,为什么这么多人踩它,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做 我这边给了五个点,P1,P2,P3,P4,P5,P1和P4重叠了 但是为了这边效果,我们就把它稍微画了分开一点,大家能看出来 那我们知道很明显,给你这张图的话 你一看就知道P1,P2,P3,三点可以构成两点可以构成这条直线 然后但是P1,P2,P3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由于P4也和P4和P1是同一个点,那所以说这条线上有四个点 那这是我们的答案 那好,那我们所判断就是说 三个,两点肯定在同一条直线上 两点构成一条直线,所以他没有说在所谓在一条直线上的感觉 两点一定是,就是 两点构成一条直线吧,那我们就看第三条点 怎么判断第三个点和前面两个点在同一条直线 但是我们就使用了斜率,斜率 斜率的话就是说 这个P1和P2,这个两个点的斜率等于P1和P3这两点的斜率 所以说我们认为他们两条,这两条线段在同一条直线上 P1,P2这条线段,P1,P3这条线段 在同一条直线上面 然后由于P1等于P4,他们两个点重叠了 他可以有重叠的点,这是要提供一个阴险的地方 他有重复的点 那这样的话,P4这个点 不光是在P2,P1,P3,P4这条直线上面 他同时也在P1,P5这条直线上面 就是所有经过P1的直线 P4都在那些直线上面 所以说这个重复的点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另外如果考虑斜率的话 我们有两种特殊情况 一种是水平线,一种是数值线 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的斜率是没有 水平线的话,斜率定义是0 但是我们怎么 但是有很多条水平线了 我们怎么描述这些水平线呢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同样的话,垂直的线和Y轴平行的线也是一样 他斜率都是无穷大 但是我怎么描述 因为我可以有一条 有一条树的线是这样数的 然后有一条树的线是这样数 他们的X值不一样 我怎么去描述这些不同的垂直线 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他其实他算法还是比较简单暴力啊 就是说我每举这个集合的每一个点啊 每一个点 然后我去找他所有的序号比较大的点啊 我只往后看 然后的话 我去求任意量 就是从我这个点出发到其他 其他序号比较大的点的那个斜率啊 比如说我先当天看P1 那我就看P1P2的斜率 P2P3的斜率 P1P3的斜率 P1P4的斜率 以及P1P5的斜率 然后我用一个 一个map来统计每一个斜率出现多少次 那我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斜率相同的话 一定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我只要看哪个斜率出现的次数最多 那就是我的那个最后的解 这是我passual的解 就是对于 对于所有经过P这条直线的那个最优解 但是的话我们还要考虑和P重复的点啊 因为所有经过P的直线啊 这个重复的点都都是在这条直线上面的 我们之前说了P2P1P3 就P4在这条直线上面 然后P5P1P5P4也在这条直线上面 所以说有重复的点 我们就要把它加到所有的可能的可能的那个斜率上去 都是有多少个重复的点 所有的所有的斜率的那个统计值都要加上它 呃 然后的话我们这样每局所有的点啊 找到这样对每个点的话 我们有个局部局部那个最后解 那我们就要找一个在所有的局部最后解决 那我们就要找一个在所有的局部最后解决 那我们统计一下有多少个重复的点啊 否则的话我就去算出Pi和P这两个点构成了直线的那个斜率 然后我斜率作为key啊 就用个map存下来 然后我就存统计一下这个斜率出现多少次 呃 然后的话 就是就是说 呃 我们统计一下这个所有的content最大值 max count就是这个局部最后解啊 加上这个 当然要加上这个dupe了 就是说所有的有多少个重复的点 那就说是说这些重复的点都在 都经过这个最大的最大的斜率那个直线 所以说 呃 这个斜率出现最多次数的一条斜率的那个直线啊 所以说这个加上dupe 最后的话我们全局最后解就是在所有的局部最后解面去一个最大值啊 还是不是很难吧 我觉得 当然时间法度的话是n平方啊 因为有双重循环 空间法度的话 我们 呃 呃这个count这个这个map的话是 对于每个i会重新重新啊重置 所以说 对于任意一个点的话 他的他和不同的j组成的那个斜率最多只有 呃 只有n个n个n个n种不同的斜率了 因为只有n个点了 所以说他这个是空间法度是n 时间法度是n平方 呃就是稍微注意的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重复点 怎么处理这个水平水平的点和处理这个垂直的点 呃 然后并并且怎么去表示这个斜率啊 斜率的话通常啊 呃 你可以用这个浮点数来表示 但是我觉得精精度精度有问题 然后也不够精确 那么我们就可以呃取一个有一个呃 约分啊 就用d y 除以dx 并且用他的约分这个分数来表示他的斜率 我们用那个分数来表示斜率 然后的话 但是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去去约分约到最小最减最减分式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比如说呃呃 这个d y 比如说这个d ydx是6比3 他写率是2 然后这个d ydx的话 他的他比如说是呃 负 负2出1 负1 他的写率也是2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约分约到最后面 或是2出1啊 这样的话就是啊 同一个同一个数 我们才知道他是同一个key啊 同一条在直线上面 好 那我来看一下这代码怎么写吧 我们先把这个那个点的数量拿出来n啊 然后定义这个answer是定义成0啊 初始值是0 之后的话我们每一句 对于每一个点每一句啊 然后我们用一个map 我们这边斜率是用分数表示 所以说我这边用了pair啊 这个是dx就是d dy比上dx 然后这个map的那个value的话 key是这个斜率 value的话是出现的次数 我们把它定义成count 之后的话我们这个duplicate point 一开始就是1 就是这个点和他本身是从一个同一个点 所以说我们初始化这1 这个max point的话是说当前的局部最有解啊 局部最有解 也不是说max point 对就是max point 就局部最有解了 最后每举所有这个序号比较大的点啊 j 呃 这边其实没有必要拿 在这边拿出p pi 啦 我们可以把它放这边 啊 我们拿出这个pi 也拿出这个pj啊 如果这两个点相同啊 相同的话我们就加加加加加 就是重复的点啊 然后我们不用不用处理 如果不相同的话我们去求斜率啊 我就写个函数求斜率 等我们再看就是就求出斜率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map里面去啊 就斜率加加 就是表示这个鞋率出现多少次 当然话我们要去啊 去更新这个局部最有解啊 就是就是这个鞋率上的所有点的数量啊 最大值多少 所有不同鞋率的最大值是多少 这就找到了我们这个局部解 这个只是局部解一部分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重复的点 所以说我们再把它更新到全局解的时候 全局最有解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max point 再加上那个same point 就是duplicate point 这样的话我们就表示了 这个鞋率出现多少次 但是有有多少个点是和我当前这个点是重叠的 这样的话这个这些所有的点也是 也是在这个鞋率这个直线上面 所以我们把两个加起来 然后取个最大值和当前s取最大值 就是我们最后的那个答案了 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去去算这个算算这个斜率slope是怎么算的 对于输入是两个点 然后的话我们我们就去就求出dx dy 如果说这个dy是0的话 表示它是一条水平线 水平线的话我们要以它的y坐标 就是它的y值作为它的key 我们这边是返回一个key 相当于是其实它不光是表示斜率的 它其实是一个key表示这条直线的一个 我们希望就是说相同的 相同的直线它的key是相同 那我这样可以统计起来 它已经超出这个斜率范围了 它这个key 我们的key的话就是它的y值 然后的话 y值和0表示说是条水平的线 然后并且它的那个高度 y值是pe的y 另外种情况的话就是说dx等于0 它是叫垂直的线 垂直的线的话我们反过来就是dy等于0 它的y的key是0 dx的key是 它用这个0 然后是x来表示这个key 那就是说所有的垂直的线 x坐标为x的点p.x的点 然后它的key都会相同 那我们就可以统计 这样的垂线出现多少次 这个的话就是它就是更general的case的 那我们就去找这个dx和dy的最大公元数 这个gcd去用最大公元数 然后的话我们把它除 都是除以它 这样的话就是达到了的那个约分 最减分数 然后我们又以这个最减分数作为这个直线的key 我们就可以统计相同的写率的直线出现多少次了 这个gcd的话也是个经典的地规写法 如果n等于0的话就返回m 否则的话就返回gcd n然后是mmodem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写法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写成循环形式 其实差不多 注意对这要起的话 性能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就是这样子了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在这里的话 我们用一个特殊的key 来描述水平线和垂直线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去做特殊处理 这边的话就是代码就非常清楚 如果相同的话就加加duplicate point 如果不相同的话 我们就去求斜率 并且把它按照 按照斜率做那个aggression 就是按照斜率来统计 最后的话 我们再找那个斜率出现最多的最多的次数 再加上我duplicate point 就是我答案 但是这个局部的答案 对于这个i这个点的答案 最后的话 我们就要在所有的这个局部答案里面 找一个最大值 就是这个answer 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一个题目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然后的话也就这样子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运行时间的话是6号 刚跑过了 还是比较快的 比80%比80%比较快 好了那照题目就这样子了 我们讲这边是到几何的题目 然后的话 嗯 如果你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先关注我们频道 然后点赞转发评论 然后想想请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上留言 我是花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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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